谢谢 相信从现场的掌声中 你已经感受到 大家对你这本书的喜爱了 那我想代替大家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这本书里面 有没有你自己的真实经历呢 我认为情感真实 比经历更能打动人吧 我之前一直觉得自己 是一个没有什么故事的人 在三十岁之前 大部分时间里 都在看着别人的各种精彩 但是三十岁这一年 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所以就写了这本小说 真的没想到 会受到这么多人的喜欢 也许是大家都有所投射吧 我也很喜欢你的这本书 而且我是从头看到了结尾 我发现你的结尾写到 跟前夫哥复婚之后就结束了 就跟很多的童话故事一样 写到男女主幸福的生活 在一起就不再往下写了 那你有没有想过 他们这种美好的结局 还会延续下去吗 之前我一直认为 婚姻就好像是把两条 完全不同的鱼 硬抓在一个鱼缸里面卷量 直到三十岁这一年 我才真正明白 好的爱人 温暖的家 能够带给你足够的勇气和力量 去见山和海 其实美好在于 有没有用心去经营 所以我也希望 每个读到这个故事的人 都能有行动 去创造美好 谢谢 开门 宁先生 我们是制胜电子的 宁先生 开门 再车能不能报警了 好啊 喂 您好 我要报警 警察同志 是我报的警 我们是制胜电子的 应收专员 他欠我们护款 我们今天过来追导债款的 他们打你了 没有 拿你家东西 还没拿 听明白了吗 不闹出壳 我们没有理由抓人 你们这属于经济纠纷 明白明白 我们绝对会遵纪守法的 好 走 出警记录 签签字吧 好 不是我说 你们家哪个月消停过了 欠债还钱是常理 整天让人这么堵着门 你不嫌烦 我们事前还多着呢 是 是 收队 谢谢啊 警察同志 您打算 说什么 是 您打算 我们的状态 你打算 设计 少许 真的 您打算 您检查 行的 我们holdstory 最后一单 这个呢 是我在过去三个月里 跟过的客户完成的单子 这个表格里的数字呢 是我给公司追回的欠债 和销售出去的金额统计 您可以看一下 我们先吃饭吧 边吃边聊 其实你这表格呢 我不用看 也知道 你应该做得不错的 谢谢 按照约定 你现在就是M店的店长 我不回M店了 这皮儿在我这儿 就算翻过去了 那就留在至上 做销售主管 魏先生 今天我来呢 一是想跟您告个别 明天我就不去公司了 还有就是 这些表格呢 我也是想给过去的成绩 做一个量化 您能够按照统一标准 给我结算一下提成吧 我们之前可是有合约的 你不能提出离职的 你不能提出离职的前提是我玩不成您的工作 但是现在我完成了 我现在不求什么职位了 我打算出国读书 我打算出国读书 王太太 顾佳 来 快快来 坐 好久都没见你了 还挺想你的 还想念你做的蛋糕 太好吃了 这可能是 最后一次给您做蛋糕了 我准备搬家了 想来跟您道个别 你们卖房子的事 整个楼都知道了 你说这是什么事 都过去了 之前 您帮了我们家不少忙 谢谢您 别提了 还不是白忙活吗 白忙活 您说得对 自从搬到这个房子里 我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 你现在梦醒了 你现在梦醒了 幻山 我们两个走到今天这一步 我也检讨了我自己 的确不都是你的错 也有我错的地方 你们离婚吗 你们离婚吗 我让律师 送进起草一份文件 我签后 寄给你 已经很用力地去体会 这座城市 草藏的漆黑 却像是见识味 去看寂寞刹队 闭着眼睛 找一个座位 听说认真的女人最美 可又有谁痛过的狼狈 是 我是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爱着熬悔继续飞 夜晚的碎梦将我包围 眼下的泪和声音都在雨 我是我的堡垒 没人能摧毁 爱会是我最体面的捍卫 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你了 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过去跟你打招呼 犹豫就对了 我们也不是见面寒暄的关系 赵小琴 你脖子都不会动了吧 我知道 是我签了一个对不起 之前因为我 没关系 你好像变了很多 人总是会变的 只是早喝晚 我跟赵静宇分开了 以后我会在赵海长居 来吧 请你喝一杯酒 不好意思 我的口味已经变了 曼妮啊 之前我去冰岛看极光 真的很美 我们一起去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看极光 好吗 来吧 梁振贤 过了这么久了 你怎么还没变呀 世界的景色是挺多的 我也都想去看一看 但是现在 我更想一个人去 我懂了 酒你自己喝吧 我就是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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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协会对我们的肯定 空山茶作为行业的新兵 能获此殊荣 对于我个人还有这个品牌 都是一名非凡 在未来 我们会继续努力 不忘初心 在做商业的同时 也结合更多的公益事业 让更多的人 去了解那些深山里的故事 一些深山里的操作 来 来 添加 来 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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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这个 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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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谢谢啊 来来 容易了 来 这有 这没办法 好 来吧 我来吧 来来来 太扯了 来来来 来 来来 再给你一个啊 来来来 来来 来来 黄厉总 你还有辛苦了 这是我夫妻 来 我吃饱了 来来 吃饱了 过去 来 咱们吃饱了 来 咱们吃饱了 走来 走吧 这些都是我儿子特地说 给村里姐小朋友挑的礼物 你们太有心了 真是让我太感动了 真是 我以为 独自一个人的开始会是新生 我幻想了无数的阳光和美好 但最后落在心底的 恰恰是过往的那些琐碎不堪 如同寒风拂过的湖面 总会留下的痕 也许 这才是生活 我想 这就是生活 伤人的都不流血 受BA者的 三十岁 这一年总算要慌慌张张地过去了 可是往回细数 往前探路 哪一年不慌张 正是这些大小的慌张 变成了闪耀的成长 三十岁 只是被时间 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带给我们的 却是独一无二的阅历 体悟情感的经历 和追求更好的动力 人生大概率就是一场 有去无回的旅程 并没有哪个特定的数字 可以决定我们奔跑的速度 和停下的时刻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故事 未完待续 这就是我们三个人的故事 未完待续 这是我们三个人的故事 未完待续 愿每一个我们 都保有而已的勇气 MING PAO CANADA� mea